一開始的關心的是 頭一回美國大股的牛肉 今天早上問到討論機場 這一次中央是有六星中檔牛市163公斤 順利有標檢局、洪檢局 和海關依照到3罐5卡進行差檢 標檢局又出雲 要來檢驗牛肉跟有動物的用油 和農油的戰流 3天到5天就有結果 那是合格 最近是在18號的報會聘就能通關 前一回美國大股牛肉 由中央航空訪問 早上6點到台灣 第一關要先到統計中央海關 通過電工檢驗 無問題後 從來開胸過程 連後吃鹽會名 當量和所量 和申請文件所記是不是符合 後面表檢局 會再加上條件牛肉 送去這點是檢驗 甚至有東部農油和農油戰流 3天到5天就有結果 那是合格 最快18號的報會聘就能通關 把所有的完成應該是3天 然後最快是 依這個時程的話 應該是18號下午 會就就可以出關 第一回 大過美國的牛肉 都做6箱 上面的牛肉跟熱牌 都做3箱 中央量163.7公斤 來自美國華盛頓州 一位找5台的 一位找1包中 全部都是39過人以海骨 因為早起只有6箱 所以海關和表檢局 全部開箱減減 不過以後 淨口的美國大股 五百會分成兩種停止 第三是 弘彌局的1包1包減減 每1包1包減減 1包1包減減 也對美國的衛生 減1加4台3中進民宿 而且表檢局的 抽減5% 同樣大會三次進行減減 是不是又不戰流 不只署長 院長也非常關心 他還的指示就是滴水不漏 衛生宿標示 目前四位五百產品進口時 都必須以後衛生宿 公布3.5公斤進行減減 占對署養和販賣店頭鑑 衛生宿也會加強互渡 主導帶三個標示 讓消費者清楚知道 五百來源 記者綜合報導 今年鼓勵過年存在 是從2月13號開始辦公室 為了服務存在的立客 代替和國庭 將你選擇了收穩初期 代替收穩期間 是從2月11號開始 一直到2月22號 會加上589班的火車 來收穩立客 也從1月27號 開放民眾已經當保管署的車票 誰保管署是在1月28號以上 國庭方便會提前在1月24號 開放民眾24點前 望路還有電位基因的電位 所謂期間 國庭是專車隊合作 立貴23號再回合 主要做好嗎 現在記得過年不到19月 年這個須要 我們北大會介紹 已經提早來起價了 請像雄高、桑仔 還有日本的幹部長頂 幾少都起了1、3、6 起後最大是最主 每台金子關本300多元 現在起到了800塊 介紹是起了總金3倍 新車頭要求 很多人一早到台北 調法家購入2月 有一些比較好想的 歐巴桑發言 過期每次用的南北 都頭頭起價了 已經500啊 現在說800啊 那你覺得這個價錢 又不能出了啦 太貴了 那也是要買的 過年要用的嗎 對啦 結果發家購入這裡表示 幾個月之前 雄高 每台金服務的 價錢購入650元 現在起到750元 其他還有這個 特選馬跟日本同一部的幹部 價錢購入1.16元 最貨貨是最貨 原本一台金購入350元 現在起到800元 起後購入1.128元 起差不多3倍 因為產量少啊 還有啊 就是 八八豐災也有關係啊 都相關到 產量變少 然後 就是 影響到價格一直上揚啊 涯者說 企業主要原因是 年關的稿子 市場市場比較大 還有800豪災影響 本地農產品的修行 另外這個政口是因為 全球的企業不正常 譬如說 中國大陸的 上市跟日本的干貝 三條都比過去更少 今年繼續再起結 去這裡找個報道